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我们学习Ubuntu服务器系统的自动更新的知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系统更新所需要的设置文件 第二个是系统更新手动更新的命令 好,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系统自动更新所需要的设置文件 就是第14行这个文件 这是它的全路径 如果在您的系统中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那么则需要通过第13行的命令进行安装 好,我们实际进入系统看一下这个文件具体的内容 我们先通过SSH命令登录到咱们上一期所安装的Ubuntu的服务器上 然后输入口令 好,咱们登录进来了 接下来咱们进入这个文件夹 然后把50这个文件打开 好,我现在进入到这个ETCapt空序文件夹 咱们看一下50在这个位置 咱们把这个文件打开 看一下系统自动更新设置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用Capt命令可能看起来不是非常方便 咱们用Nano命令 您现在看到的是Ubuntu系统自动更新所做的默认的设置 在这个设置中呢 咱们大家请看只有第一行 Security补丁是被打开的 也就是说当有安全更新补丁时 系统呢会被咱们自动安装 除了安全补丁 如果咱们想对系统中一些个软件包也进行自动更新呢 那么需要打开第二行的设置 默认这一行是关闭起来的 需要咱们手工去更新 第一行因为安全补丁比较重要 所以呢咱们用自动更新就可以了 这个文件呢是系统自动更新所设置的文件 然后系统它如何知道有安全更新 或者说如何知道有软件包更新呢 那么则需要下面这个更新文件源 这个source.list的文件进行设置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 这个文件呢在etcapt目录 咱们看就是这个source.list文件 咱们把它打开 看一下这个文件具体的内容 这个文件呢看似非常复杂 其实呢是非常简单 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ubuntu系统 我这个软件存放在哪个路径下 或是说哪个URL下 它呢通常由deb和dbsrc组成 一个代表着最新软件包的路径 一个呢代表着这个软件包的原代码在什么地方 大家请注意这个文件呢有一个特殊地方 就是在每一个行的最后呢有一个信赖级别 或者叫做安全级别 比如像这个地方restricted 或者说universe 或者说multi-universe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所写的这一行软件仓库的信赖级别 一般是说呢restricted呢是ubuntu 它这个系统自带支持的 而universe呢或者multi-universe呢是系统更新所不支持的 咱们注意一下这个区别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设置好了咱们本系统的软件源 换句话说咱们本系统的软件从哪里安装 就是在刚刚的source.list这个文件设置 然后设置好软件源之后 那么用两种方法对系统进行更新 一是刚刚这个地方咱们看到的自动更新 我在这写上一个自动更新 同时呢咱们还可以手动更新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系统手动更新命令 咱们来看一下 手动更新的原理呢非常简单 就是从刚刚咱们设置的source.list文件 取到最新的软件内容 通过这行代码apt-guide-update 咱们实际试一下 由于这个命令呢需要用到管理员权限 所以我在前面加上一个su-do 同时呢书上口令 好大家请看现在的处理呢 就是从刚刚咱们的source.软件源文件中 就是这个文件中去取得各个url 然后去检测咱们本地安装软件是否有相应的更新 他会将软件仓库中所有的软件和本地所装的软件版本呢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有更新的话呢 他接下来会提示咱们是否要进行更新 现在呢他还在做检测 这个包括安全更新 包括本地软件的更新等等等等 因为我是装安部buntu系统之后呢 第一次运行软件更新 所以呢可能会稍微花一点时间 大家请稍等一下 好的已经完成了 看来速度呢还不是很慢 那么咱们现在系统的状态就是 以安装的软件是否有更新版本呢 这个状态这个信息咱们已经获得了 接下来咱们通过upgrade的命令呢 来安装最新版本的信息 好咱们现在执行一下aptupgrade的命令 看一下如何安装最新软件的版本 由于是像系统里面更新文件 所以需要管理员权限 也就在前面需要加上一个seo do 大家请看 刚刚update的命令所检测出来的 需要本地更新的文件一栏表呢 在这个地方已经显示出来了 咱们选择y进行更新 由于第一次运行 所以呢更新的文件可能会比较多 在这个地方呢我加速播放一下 大家看一下过程就可以了 好的 伴随着刚刚的音乐呢 我感觉系统的更新呢一瞬间就完成了 不知道您和我是否有一样的感觉 好的 咱们接下来再对系统核心文件进行更新 咱们看一下系统核心文件更新的命令 这个命令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和刚刚的upgrade不同的是呢 在upgrade的前面加上一个dist 这个更新一般用于 ubuntu核心文件的更新 或者说linux核心版本的更新 因为每次linux核心版本的更新呢 不是必须 所以呢 在咱们判断需要更新时 来执行dist upgrade命令 这行命令呢不是每次更新都要执行的 是当有重要的核心变更时 咱们才会执行 一般在咱们实际项目过程中 如果发现有这个ubuntu核心面更新时呢 我希望您作为这个网管 或者说作为这个服务管理员的话呢 应该去ubuntu的官网站查一下 看一下这个次的核心更新是不是必须 如果是安全漏洞更新呢 那么我希望您能够更新 由于系统核心的更新呢 需要下载文件 然后安装 然后打补丁等等的一些个具体的操作 所以呢 时间花费的可能会比较长 这段时间呢 我把它跳起 咱们呢继续听音乐吧 好的 系统更新呢一瞬间就完成了 通常呢需要比这个可能稍微花点时间 不过呢咱们也是愉快的度过了这么40来秒钟 那接下来呢我要对服务器进行一个重新启动 因为系统更新完之后有好多库文件呢需要重新加载 咱们呢需要启动 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启动了 在这个地方我把重新启动的命令呢给大家 咱们大家在实际过程中应该要重新启动一下咱们的服务器 OK接下来呢我还为今天准备了一个作业内容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就是这里建立一个自己的手工系统更新文件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首先通过CD命令回到咱们的用户主目录 然后在咱们的主目录下建立一个叫做up的文件 文件内容呢就是刚刚咱们执行过的系统更新的两个命令 一个是update 一个是upgrade distupgrade呢它是系统核心的更新 不是每天都要用到的命令 所以呢我没有把它放到这项文件中来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up文件附上一个可执行权限就是这样 好咱们实际操作一下 首先CD回到主目录 然后通过nano命令建立一个up文件 文件内容呢就是刚刚咱们执行过的 这两行系统更新的命令 我把它拷贝过来 好的咱们Ctrl-O存盘退出 好咱们先看一下现在的命令 大家请看现在的up文件呢是没有可执行权限的 它只有RW读写权限 好下面呢我为它再附上一个可执行权限 通过CHMOD命令呢为刚刚的up文件附上一个可执行权限 咱们大家看一下 OK现在应有了XX代表可执行权限 现在说明这个up文件呢可以在命令行中执行了 执行的方法呢就是点斜限 up命令就可以了 不过由于我是在自己的主目录下建立的up文件 所以不需要管理员属性 在这个地方呢我把SU2去掉 但是up文件中的SU2是要保留 因为它要做系统更新 是需要用到root或者叫做管理员权限的 好的现在我们执行下up命令 这个up文件所执行内容和刚刚咱们手工执行的 系统更新的内容呢是完全的一样 这个过程呢我就不再等了 OK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 所有的关于ubuntu系统更新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也欢迎您呢留言和我讨论 今天所有的内容我都会放到开安中工的服务器上 请您参照 OK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